夫人摆低身体 捞翁高举拐杖威吓 夫人不断跳动化身拳击手步不逼近挑衅 捡起拐杖 没戴口罩 口水喷满脸 捞翁再度高举拐杖做事反击 夫人则是上下跳跃 伺机而动 诡异的事站在两人后方的黑衣男 竟然拿着手机作弊上关 冷漠地看着两人完全没有劝架的意思 任由车站大厅上演打斗戏码 民众看了又气又好笑 有爱观瞻 是很好看 可是看到后面又觉得说还蛮好笑 他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 荒谬全集赛发生在罗东车站 老汪莫名其妙遭夫人挑衅 不顾旁人眼光拿起拐杖大打出售 车站人员吓一大跳赶紧报警 女子也不愿意从警方到手 再做其他的说明 男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 通知他到手说明 据了解妇人常在车站大厅 逗留挑衅陌生旅客 没想到这次故意捉弄老汪 提到铁板热怒对方 真的是不是冤家补巨头 记者林医生王云廷宜兰采访报道 我是王云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